蓝芝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都瞒着他呢 老人家 我想请你帮个忙 高主部您请讲 老父一定竭力去办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去告辞孙郎中 让他改口 就说蓝芝不能生育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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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事办成了 孙怀明年就该是长力了 可我们家那老头子吧 他脾气强 那你去说也行啊 至于怎么说 你是肯定知道的 那 那 这孙怀的前程 可是耽误不起啊 好 我答应 我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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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焦老夫人吗 刚回来呀 怎么心情不好啊 谁说我心情不好 我为什么心情不好 你就别挺着了 家里出了这种事 哪个当娘的能好受啊 我家怎么了 你把话说清楚 虽然咱俩平日里爱豆个嘴 可在这件事情上 我还是同情你的 你用不着跟我卖关子 我们家出什么事了 你把话说清楚 行了 孙怀他爹都告诉我了 你就别装了 孙郎中说什么了 还不是兰芝的事 这女人家要是不能生孩子 那可惜了了 谁说兰芝不能生孩子了 你不是让孙怀他爹 替你家兰芝看看能不能生育吗 当时他跟你说兰芝能生 那是为了宽你的心 他爹还说了 这姑娘算是可惜了 这一辈子没有生孩子的福气啊 可惜了了 可惜了了 真是稀客 想不到你来了 我这心里头啊 憋得慌 想找你说说话 咋了 又被你的儿媳妇气着了 算是吧 我这几日心里苦闷 你怎么也不过来走动走动了 我还敢回去啊 你家那个门槛啊 我算是不敢踏了 怎么 我说嫂子 不是我不想回 那是我的娘家 我能不想回去吗 是你们家儿媳妇兰芝 她不想让我回 恨不得拿棍子把我撵出去呢 有这事 说什么 姑母啊 以后来说话注意点 要说呀 就说些好事 要说些好听的话 我这个做姑母的说话 还要看她脸色呀 太放肆了 好像你们婆媳关系不合 是我跳缩的 我这么不受欢迎 我可不敢回去咯 姑母啊 你啊 别把她的话当回事 还有我呢 她敢怎么样啊 翻了天不成 你想回家家呀 只管回 反正啊 有她在交家一天 交家我算是回不去了 不过 家里都还好吧 好什么呀 前些日子 她哥哥刘兰生来家里 大闹一场 哎呦 拍桌子砸板凳 差点把房子给点了 就差逼出人命了 哎呦 还有这种事啊 这日子怎么过呀 你没见得真是凶神恶煞一般 那不行那不行 得快刀斩烂麻 斩 怎么个斩法啊 啊 我对待兰芝啊 每天是美好言美好语的 她呢 就是不顶不回 我硬扯她软 那撞不起来 就像拳头啊 打在棉花上 那你啊 得逼 狠狠地逼 逼也没用啊 我每逼她们两口子一次 感情反而更好 哎呦 前些日子 还瞒着我 悄悄去了趟天柱山 说是什么 去赏秋 多有心情啊 哎呦 真是好耐心 真是有功夫啊 哎 你说 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这事不是明摆着吗 出在仲卿身上 仲卿向着她媳妇 你这做婆婆的 能怎么着 哎 经你这么一点拨啊 我还真找到茶口了 啊 对 我回去啊 逼仲卿 这就对了 哎 不 不过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跟我没关系啊 要是让你那儿媳妇知道了 不得恨死我 恨死我呀 这是怎么话说的 不管怎么说啊 你是娇娇的姑娘 是仲卿的姑母 哦 哎呦 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啊 我看啊 我还是回去吧 哎呦 哎呀 不是都说好了吗 你在我这儿多住两宿 我们姑嫂好好聊聊 我不放心呢 你说我不在家 他们俩啊 指不定闹出什么乱子来呢 哎呀 真是的 哎 下次我问你 兰芝怀了没有 怎么样 哎呀 今儿我正是为此事烦呢 怎么了 孙郎忠啊 原来没对我说实话 我今天才知道 兰芝不能胜 啊 哎呦 那可怎么办呢 咱们家家的相关怎么叙啊 哎呦 不行不行不行 哎 这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呀 就凭这条 就要把他修了 我走了 啊 啊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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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轻 怎么 赵子凌学习严子凌了 把万和当作傅春江了 中轻取笑了 此子凌非彼子凌业 人家严子凌可是大人士 汪武帝如此厚待的 他都不肯出山 而我只是个小隐士 只不过 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躲起来 我看盐子凌并不是真正的隐士 真正的隐士是别无所求的 他并没有求什么 光武帝给他高官厚恶 他都不为所动了 不 他有所求 他求的不是高官厚恶 而是求的一个名声 光武帝如此待他 他尚不肯出山 此事传出去 他的名声该是何邓小亮呢 仲卿说的有道理啊 那仲卿说说 我这个赵子凌 是不是真正的隐士呢 你 你当然不是了 为何 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这是江泰公钓鱼 愿者上钩啊 你躲在一处清静之地 静观天下变动 你是等待时机 再图功名啊 怎么样 被我说中了吧 不 仲卿 你错了 你说的 是以前的我 如今的赵子凌 已经变了 变了 对 变了 你还记得 我刚逃回东吴的时候吗 那个时候 我是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后来去书院教书 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 又认识了兰芝 认识了香草 很快的 我发现我爱上了这样的生活 无疾无数 逍遥自在 什么功名利落 什么黄金美女 对我而言 全都不重要了 那有朝一日 你的机会又来了呢 我承认 我的心里 还是想着天下的大事 但是张静 我真的不愿意再出仕图了 正所谓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挤天下 奸挤天下的日子 对我而言 真是太累了 所以独善其身 才是我该追求的生活 驾 周青 四亮 你那正想我很高兴 我也真想像你一样 周青 周青 那怎么行呢 小波 你们在这啊 又有事了 找得我好辛苦啊 周青 这个 是各地送来的底文 高主不说 要你连夜整理一份 明天太守要看 好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告辞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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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底巴上有什么消息啊 我看太守要得这么急 一定是曹操南下了吧 刚刚是谁说要追求 独善其身的生活啊 啊 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 哎呀 你就莫要取笑我了 快看看是不是 紫铭兄真神人 曹操率大军 南下 一颇惊重 近日已向江夏方向进兵 曹操野心勃勃 此举 必须想吞并东吾吾啊 这事要紧 我得赶快回去 为太守整理地方 好 我先告辞了 槍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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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青回来了 家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 婆婆上姑母家去了 香草到赵先生那儿去了 哦 哎呀 兰芝 走了这么多路 我突然觉得好饿呀 那我去做饭吧 你还是赶紧知谨吧 你要吃不了那么多呀 娘又该说你了 今天啊 这饭嘛我来做 你来做 那你不会让我们吃生饭吧 这有什么难的 看都看会了 娘不在家 看我露一首 今天呢 我们在 哎 子凉 来得正好 香草的课迟点上 这饭可不能不吃 你还是先来帮我做饭 好好好 做完饭再给你上课 走吧 哥哥真是的 好了 叫他们吃饭 哎 两位小姐 该吃饭喽 来了 老爷 小子 歇着吧 看看哥他们啊 能做出什么好吃的 好 走 菜上齐了 真不简单啊 真是难为你们了 这君子啊 不略他人之美 这些啊可都是重经一手掌的勺啊 难吃 幸福 饿了吧 来 尝尝 对 尝尝 好 怎么样 还行吧 怎么一点盐都不舍得放啊 没放盐 不可能吧 我记得我放了呀 你再尝尝这个 哎呀 哥 你是开盐店的吧 做的什么菜啊 这么咸 怎么又咸了 哎 我说香草 你是不是在承西 找我和子凌兄的茬啊 哎 我看他就是这么回事 嫂子 你说 你说咸不咸 挺好的 快好 你看 这样不就行了吗 各自起肠补短 它也不咸了 它也不淡了 哎 名菜就是这么缠身的 还名菜呢 那这两个菜不是一个味啊 香草 你就别挑三姐次的了 能吃上你哥和赵先生做的菜 就很不容易了 嗯 要让我天天吃这样的菜啊 那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没意思你了 你以为我和子凌兄的手印 那是什么人都能享受得了的 没错 就是皇帝老子也享受不着啊 菜都快凉了 赶紧吃吧 来 来 吃 娘 你回来了 娘 你回来了 我以为您又去姑母家了呢 你巴不得娘在外面住一辈子 姑母 娘 还没吃饭呢吧 快来尝尝我做的饭菜 你做的饭菜 我们都还没吃呢 有出息吗 娘一不在家 你们就大吃大喝的 好不热闹啊 是娇家的人留下 不是娇家人 请出去 娘 打搅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先告辞了 先生大哥 你给我站住 娘 你干什么对先生大哥这样啊 娘 子凌是我的儿时完伴 要和我十出同门 闭嘴 我上次怎么说的 是谁把她叫来的 这次我算对她客气 我就知道我不在家 这个家指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 这不 真让我给料中了 一个大男人下厨 你像话吗 媳妇呢 娶媳妇干什么吃的 娘 我也是为了让兰芝多知己 所以才做了饭菜 这算得了什么呀 什么 这不算什么 你还有尊卑吗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哪像是在衙门里做事的 还有点斯文吗 娘 还有你 你姑母这么久不登门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那天都跟她说了些什么 我 娘 我就是希望她多跟娘 说些高兴的事 让我和娘的关系 处得和睦些 你凭什么不让她来啊 她是娇家的姑母 你简直是目无长辈 你这个心里头 还有我这个婆婆吗 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没说让她不来啊 因为我想跟娘后一辈子 所以我才 你不要说了 你回屋去吧 我跟仲卿有话要说 你没听见吗 我要跟我自己的儿子 说句话 娘 到底什么事儿要让兰芝走了 我看 娘要你 把她修掉 你说什么 我修掉她 娇家断难安宁 娘 修她 这会要兰芝的命的 那就不怕要了娘的命 娘这也会要儿的命啊 娘 不能这样啊 你少插嘴 娘再给你娶一个好的 娘 若让儿修了兰芝 儿女愿终生不娶 能守寡这么多年 贪心如苦地把你养大 就为了听你这句话吗 你们成亲快两年了 她可否怀过孕 可曾生过子 她除了是个克星 给你的前途带来什么 她们娘家 又给咱们娇家带来了什么 娘 娘的要求 而断难宿命 你想做个不孝之子吗 娘 该说的 娘可都说了 你自己看着吧 娘 修她 这会要兰芝的命吗 那就不怕要了娘的命 娘这也会要儿的命啊 娘 娘再给你娶一个好的 娘 若让儿修了兰芝 儿宁愿终生过去 娘 娘 这不是要把嫂子推到悬崖吗 她们的目光都躲躲闪闪 难道有什么事瞒着 你们成亲都快两年了 她可否怀过孕 可曾胜过子 她除了是个克星 给你前途带来什么 她们娘娘 又给咱们娇娇带来什么 你要做个不孝之子吗 该说的话 娘可都说了 你自己看着吧 兰芝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呢 娘为什么要这么和她过不去 不 我不能没有兰芝 香草 哥 你怎么还没睡啊 仲青 深夜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来啊 看看你们知己 看我们知己 你一回来就看我们 还没看够吗 看不够 我永远看不够 兰芝 要不我来试试帮你们绕丝吧 你帮我们绕丝 我用你帮了 你快回去睡觉吧 仲青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没有 仲青啊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兰芝啊 我 我 我 哥 你让什么思啊 孩子快去睡吧 去去去 我 走 快去睡吧 哥 娘的话 你可千万不能对嫂子说 嫂子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我不会说的 一点疯也不能透 众青和香草 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 到底是什么事呢 莫不是 娘对众青说了些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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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香草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呀 没 没什么 有什么事呀 会有什么事 瞒着嫂子 是不是婆婆 说了我不中听的话 没有 娘无非是责怪哥哥 不该做饭菜 香草 其实嫂子我 什么都能承受 真没什么 嫂子 夜深了 我们也歇着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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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用挽我 你看我的眼神不对 我那时看到你太累了 我心里不忍 不 你是怕我难过 说吧 我什么都能承受 我明白了 我心里不忍 我心里不忍 你出来一下 听到没有 仲青 你听见没有 出来一下 去吧 娘叫你 去吧 娘 你跟他说了没有 什么事 休妻的事 娘 你小声点 别人拦着听见 听见怕什么 莫非休妻这种事 还要娘说不成 娘 娘 我说不成 我还能够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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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你不是不舒服吗 你歇着吧 这些活我还没干完呢 嫂子 你放心 哥哥是不会嗅掉你的 可是娘能拦得住她吗 我也会说服娘的 我和哥哥 一定会想办法阻止娘 看门 我家是老弟 是吧 我家是老弟 我家是老弟 上次有点儿急 我家是老弟 钟卿 钟卿 想什么心事呢 没 没有 你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家缝发宝了 发宝了 你不知道吗 家缝发宝 又没有你 我早就料到了 可他注意 凭什么又多加了二十代 你凭什么就没有了 真是毫无道理 这肯定是高中不倒的鬼 钟卿 要不然 你再找他说说 读书人真不 难以启齿 读书人 读书人 你就是太书生气了 马善被人骑 人善被人欺 不行 你不去 我去 孙雄 怎么能让你带我收购呢 要去也是我自己去找 钟卿啊 固然君子 以争禄为耻 可这是 你应得的呀 你这是吃哑巴亏呀 主部大人 找我什么事啊 主部大人 重情虽不才 但公事一直勤其绵绵 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所做的公文 也曾得到太守的夸奖 今年加封 不知为何又没我的 小长青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吗 是 请主部能秉公办事 这么说 我不公咯 今年 诸位都嫁了丰禄 唯我没有 我想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清楚部明事 也好日后改制 小仲卿 你也是读书人 一向清高 怎么 今天也争起路来了 小力也感到 读书人谈浅实在汗颜 来之前也考虑再三 那你为何 还是来了 为讨个公道 公道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 那我也不妨直说 若说公事 你到秦敏 就连太守大人对你的公文 也多有宝语 可你知己知过吗 过 我何过之友 你虽年轻 却也健忘 刘兰生是不是你七兄 是 是我七兄 既然是你七兄 那些劣质的军服 能与你没有干系吗 与我何干 倘若没有干系 你为何四处打点 设法救他 焦忠青啊 你是他的媚婿 又身为福里公园 此事没有牵涉到你 已经饶了你了 你说 夹缝的事 怎么会有你呢 刘兰生是你七兄 可他干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郁家之罪何患无此 这分明是泄丝愤嘛 可恶 太可恶了 好 好啊 痛快呀 痛快 大人 是 与你 不 你 好 我不 他 你 俺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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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早就回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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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